好 那么呢 在最后一个 section 我们来介绍 object pointer 还有 copy constructor 那么呢 相对于前面来说啊 变得比较困难啦 困难在哪? pointer 嘛 所以呢 大家小心谨慎地 来学习吧 这 object pointer 我们来看看它是什么概念 这一个 class 啊 一个 class 就是个 data type 所以呢 虽然它是 self-defined data type 但是跟其他的 data type 没什么两样 所以我可以用一个 pointer 去指向任何一个 data type 因此 pointer 就可以指向一个 object 你以前会有 pointer 指向整数 指向小数之类的 那现在呢 我们要有 pointer 来指向 object 那我们之前学 pointer 干嘛 pointer 可以用来弄这个 比如说动态记忆体配置 可以用来弄 比如说这个 正列的这个 arithmetics pointer 呢 还可以用来处理自串 那现在 因为有 object 的关系 有这种复合形态的形态 因此 我们的 pointer 又要有别的用途啦 举个例子来说吧 如果我今天有这样的一个 object 那我在初始化的时候把 5 传进去 因此是一个 dimension 为 5 的这样的一个 object 我呢 可以把它的 address 取出来 存到一个指向 my vector 的指标 那么这个家伙就是一个 object pointer 那这个相信大家也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呢 我们 object pointer 它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首先呢 就是 就是 我如果今天就是使用 object 来 invoke instance function 的话 那我就会打一个点嘛 就是 a.print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在说 a 是个 object print 是一个 instance function 那如果我今天有一个 pointer ptr a 的话 它指向小 a 那 我当然就可以这样写 我可以先在 ptr a 前面打个信号 就是把这个指标 指到的东西取出来 然后呢 再把它拿来点 print 这样子的话 我这个 object a 自然就会 print 它里面该有的东西 好 所以这样子呢 也是透过指标 来去取东西 信号 ptr a 就会回传这个 object a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 eventually 这件事情 其实会蛮常做的 所以 c++ 给你一个 shortcut 就是呢 你可以直接用这个箭头 来去做存取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箭头的左边是一个 object pointer 我这个 object pointer 去存取我指到的 object的那个 member 好 所以呢 今天这句话 就可以被简化成这句话 或者是精简成这句话 也就是我一个指标 去存取我指到的东西的那个函数 整体而言是这个概念 所以呢 今天有这个 my vector v 然后呢 有一个指标 v 可以 print 或是 ptr v 可以透过箭头去 print它 那我们以后呢 都会这样写 一来比较快 二来看得出来左边这家伙是指标 感觉挺好 好 那这个时候呢 你当然就要小心啦 点跟箭头 如果混着用就会完蛋 指标后面不能点东西 一般物件后面不能箭头东西 指标要配箭头 一般物件要配点 但是你概念清楚的话 大概就 ok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就是说 那我们为什么要 object pointer objet pointer 比其他基本形态的 pointer 更有用 为什么更有用呢 那我们来以下慢慢的做介绍 今天啊 假设 我呢 建立了一个 array of objects 这个时候会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只有 default constructor 可以被呼叫 那你仔细想想看 好像有道理 因为我平常没事建一个 object 的时候呢 我后面理论上是可以传参数的嘛 但是我今天如果写 比如说 my vector v 5 这个是方括号哦 我后面难道可以传一堆参数吗 很难想象 对吧 的确是不行 所以我今天如果建 object array 那么这个时候呢 基本上就是全部的 object 都会去呼叫它们的 default constructor 但这个很不ok啊 因为你不一定希望它们去呼叫 Default constructor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如果不要建立 array of object 而是去建立 array of object pointer 的话 我们就可以delay the invocation of constructors 因为我们这些 object 建立 object要call constructor 但建立 object pointer的时候不用啊 所以呢 我就等到我要用的时候 再去 new 一个 object 出来 那那个时候呼叫 constructor 就可以了 所以这些 pointer呢 应该就是要指向被动态开出来的 object 那这是一个理由 另外呢 就是说 我今天如果传一个指标到一个函数里 很多时候比传一个 object进去来的轻松 因为呢 我们的 object里面可能含有一大堆的 value 你今天如果有一个 object 是视窗 你可以想象一个视窗有多少属性 那我今天把一个很大的 object 传进一个 function 的话 我在那边 call by value 我就要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 object 出来 那个很花时间啊 但是呢 pointer 的话 了不起就是 bug bite 所以很多的时候都比较快 所以 copy in a pointer 很多时候都比 copy an object 来的快 那 object pointer 还有很多其他的理由 有圆的话大家会看到的 不过呢 我们今天 如果能了解这两个理由 那其实就已经蛮厉害的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呢 我们来把刚刚的例子强化一下 我今天假设 create object array 那么呢 就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如刚刚所说的 我们会去呼叫 default constructor 完全没有任何的机会去呼叫其他的 constructor 那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害我们 就是错过初始化变数的机会 那我们就要写另外的 function 去给这些 instance variable 合理的值 然后再手动呼叫他们 这非常的不ok 所以呢 就是像 语法就是像这里 我建立一个 object array的时候呢 是没有机会去呼叫其他 constructor的 一定呼叫那个 default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 这些 vector全部的 n 都是 0 然后 m 都是 no pointer 那也因此如果我还没有手动去 去建构他们的内容的话 我就直接来做 print 马上就会 run time error 因为 m 只到一个 no pointer ok 所以是这么一回事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用 dynamic object array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一样要有 object array 但我们不要静态的 我们要动态的 所以我呢 就来搞一堆 object pointers 我呢 就写这个 main function 我今天要做的事情是 我要来 create object pointer 以这个例子来说 我在做的事情是 我有一个 my vector 它的 n 是 5 然后呢 m 就目前没有传值 所以 m 都是 0 然后呢 我用一个 object pointer 去指向它 那么它就可以拿来 print 它就可以拿来 delete 之类的 就是一个动态 动作 那因此 object pointer 就可以用来 create dynamic array 现在这里呢 好注意哦 圆刮弧 表示你在 call constructor 方刮弧 表示你在建立 array 这肯定的嘛 好这家伙 我们今天呢 以这个statement来说 就是我有一个指标 叫做 ptrv 指向一个长度为 5 的空间 而这个地方呢 它里面就是五个 object 五个 object 五个 my vector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你现在又去 print 那这个时候 一样 runtime error 因为你这个时候 已经建立了五个物件了 对吧 你一样五次都是 call default constructor 所以呢 我们今天要的 其实不是那一个 我们真正要的是 delay invocation of constructor 这件事情怎么做到 你应该去建立 object pointer array 而不是dynamic object array 有点不大一样 但是请大家就是想象一下 我们要的是 一个阵列 里面有五个指标 的这个概念 所以呢 我现在要建立一个 静态的 object pointer array 所以我这个array里面有五个 pointer 每个 pointer 是指向一个 my vector 然后呢 我写一个for回圈 去new5次 那么这个new5次的每一次 我就呢 会create一个object create一个object 然后create这个object的时候呢 我们会呼叫 我们认为合适的constructor 去给它合理的初始值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比较不会发生 我们刚刚说的 各式各样的情况啦 当然所谓的比较不会 这个也是 就是尽力而为而已 起码这里 你可以选constructor 但如果这两行扣的 你完全不写的话 你直接拿一个object pointer 去call 它该想要call的东西 一样会爆炸 所以 它这个东西就是 让你可以 比较晚呼叫 你想要呼叫的constructor 但你还是要去呼叫才行 那当然 你都这么做了的话 你这里有new 就应该要写 相对应的delete statement 那我们这里 就不帮你写了 你就记得有这件事情就好 所以这个呢 object pointer 有第一个这个用途 就是让你可以 比较晚去呼叫 你想要呼叫的constructor 特别是在你要宣告array的时候 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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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